最討厭反骨的哪些問題 哈哈哈哈 到北了 這段子真的很難學 哈囉大家好我們是台灣 色色我是阿寡 湯熊 東正 麒恩 貓宜 我們現在就是要0人QA啊 我們現在是沒有人訂閱的狀態 我們現在是還沒有頻道的狀態啊 這邊大家旁邊有露一點臉的 這個是阿聖 前幾天在IG上面有POW了限動 然後辦了QA 所以我們今天這集就是要來 回答大家的疑問 來喔第一題喔 還有幕後大家的影片嗎 只要訂閱我們這個頻道 好想剩色了 你就可以看到幕後大家的影片好不好 那下一個題目 剛好說甜甜 甜甜是不是單身 對 你喜歡什麼戲別的 女生 他之前在西門前 每一個阿公是他 可以可以可以 什麼意思阿公 阿公對他挑眉啊 他挑眉回去 然後結果阿公一直在旁邊 這樣一直看他 你說的是那種 怪怪的 我玩過活了啦 你們還有在反腐拍攝嗎 我們各位都離職啦 怎麼會在反腐拍攝 那如果他們邀請你們還會去嗎 那如果他們邀請你們還會去嗎 可以阿就是他們有邀的話 一定可以 有錢的話 那賠的那一隻算嗎 不算 不算 為什麼 我覺得要組組的阿 你的資料那麼高的資 為什麼會想自己出來開公司 或是組團隊 這個事情是有一個邏輯的 我們大家都是先因為各自的原因離職之後 我們才在一起討論說我們 不然我們來弄一個團隊 這個是有個先後順序的 而且我們不是集體離職 我們是個別分開離職 就是大家都有各自的原因 而且也不是同一時間 還缺工讀員工阿 可以阿未來可以考慮阿 就缺小弟小妹阿 離開反股後收入增加多少 一至兩萬 一樣差不多 差不多 我們以前沒工作阿 我也沒有阿 但馬上就要有工作 我自己給自己工作 可以跟你們一起玩全民party嗎 可以的話再給我房號 萬一全民party來找我們業配 我們就玩 哈哈哈哈 離開反股前就有在規劃這個嗎 瓜吉有講過離職只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原因是受委屈 第二個原因是覺得這公司怎麼下午 我們要怎麼接 然後只要領別人的錢 都覺得會有點瘦 在我新階層就是會委屈阿 因為你領別人 拿別人的錢做事 不是那個樣子 意思就是說人要追求更好的東西 就是你不可以一直在原地踏步 也不是做那些不好 過了兩三年其實就會有別的想法 我的新專輯 Pro 在講那個夢想職業化 我的歌叫做自信 歌詞就是 最可怕的不是失去自信 最可怕是你開始適應 就是你適應之後你就慘了 所以我就是開始職業倦怠 職業倦怠之後就累了 那你現在還在倦怠嗎 我現在還在倦怠 就看我能撐多久 我已經努力在撐了 我覺得我快不行了 簡單來說就是有沒有新的挑戰 不然日復一日都在做一樣事情 我也要阿 應該也算是職業倦怠 想要換個新的東西去學之類的 可是我們做的事情不是都一樣嗎 現在 那更自由 想去釣魚就去釣魚阿 就我喜歡把時間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我也是彈性倦怠 就是覺得剪片不會剪到很久 可能五六十歲就在騎 只是影響到我們能扛一輩子 我家巷子那個垃圾車 有一次我經過剛好噴汁 好像沒噴到我 我覺得好危險 好爽 好爽 我覺得收垃圾可以收到五六十 好像也是 不用十歲修之後換減回收嗎 就做剪接去減回收這樣 減回收可以收到七八十這樣 何愧社會啊 十比獸更有福 哇 哇 真的耶 真的耶 我其實就跟大家講的都一樣啊 一方面是因為職業倦怠 其實做的事情到後面就重複性太高 每天就是拍片剪片上片回留言 看一下後台數據什麼之類的 一方面是想要出來看看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感覺好像應該要為自己打算更多一點 因為現在在座歸大概都七二八嘛 所以我們三十歲的時候至少要多少收入你們才接受 我想體驗至少月收十萬的生活 可能當你賺越多的話你就會想花更多錢 所以我會好奇那樣的生活會成怎樣 也許我的生活品質會提升 起碼七八萬以上嗎 這應該是可以打算多 但我希望到那裡也是十幾 要不然移開就沒有意義了 我也覺得要七八萬 這樣才能勉強成家立業吧 之前XX的婚禮她說要辦了一百萬 你幹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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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會 我也不知道 本能翻譯了我才有花三千塊 哈哈哈哈哈哈 賣了耶 五六萬就夠了 哇 當你賺得不夠多錢的時候 你根本不會想到要回饋社會 因為你自己都養不活了 我幫大家SOLO社就是回饋了 喔不是嗎 是我付錢 對不起 淨灘也算回饋社會 嗯 其實我講話跟點差不多 我也覺得應該要試一下 這是一個夢想好不好 理想 既然都出來自己做了 那一定要拼上去啊 不然出來做衣服嘛 還不如就做人家員工就好了 每天就是上班下班睡覺就好了 對啊剪片這種技術或拍片幹嘛 其實很難賺到那個數字 就靠各位觀眾啊 是誰提議創團的 對我們就是在我們的那個DC群組裡 然後大家就會在那邊想想 我們大家一直都想弄 然後知道有個契機有個愧人 然後那個貴員也蠻支持我們這樣 就是會有問題都可以問他啊 或者是提供我們很多幫助啊 甚至是給我們case這樣 因為我們一開始都停留在紙上彈兵的階段 是因為這個契機所以我們才弄起來這樣 因為主要是沒有錢的話我們也 沒辦法做這件事 你們會往哪個影片路線發展 就是你們的頻道 YouTube的影片路線發展 會持續往未來的方向走 小字啊 欸其實你們還會講冠免彈虹的話 彈虹要信嗎 我目前是覺得我們不要限制 就是我們什麼都做做看嘛 但是我有想一個東西 因為我們不是會出去拍攝嗎 就一個月把它弄成一隻丟上去 就有點蹭的意思 雜蹭 你們之前那個 蹭 對我們之前 你們在那裡蹭啊 其實我們在很久遠遠古時期 我們大家都還沒有離職的時候 我們自己有偷拍一支影片 但是因為慘不忍睹欸 我們第二十萬就把它放出來 真的那很可怕 我們第一支影片就挑戰在戶外拍 那時候我記得roll的時候 沒有一個人講出一句話 超尷尬的 可能之後會講工作上面的事情 或新的進度或發展 可能比較不是偏企劃的類型的 等我們的工作室比較穩定之後 可能會再考慮弄企劃的東西 就看大家想看什麼 希望有觀眾可以要看啊 下題喔 大家如何進凡谷 我那時候剛當完兵修 休息完一個月的時候 我女朋友那時候就看凡谷的影片 她那時候是粉絲吧 那時候 哇塞 對啊 大概五年了吧 對啊她一直在我懷孕那邊 記得喔 你說是你女朋友不是你 對啊我想說傻小 然後我想說 好啊那我去看一下她的影片 欸覺得蠻有趣的 想說問問看 沒有就算了 結果我問就叫我去面試 然後就是酷炫面試我 面試完 隔一兩個禮拜就去了 你是看到有招募還是說 我是直接私訊粉絲專頁 然後那時候我記得應該是文彥回文 那還蠻遠的欸 對 我是那個時候一直在狂找工作啊 然後那個時候看到 不知道哪一支片 酷炫在影片最後說什麼 有什麼問題可以私訊她的信息 我也是看那個 同一支喔 在位置上面講的嗎 對她在她那個 最舊的工作室位置上面講的 我是看同一支 如果你覺得自己夠有特色的話 記得要寄信到 這個信箱Kevin0204660 Gmail.com 你就有機會發光發熱 我講發光發熱憑什麼 那時候酷炫給我四檢一支 王子濤那一支啦 然後那一支裡面有甜甜 我就想說這個人是誰 我在反骨從來沒看過這個人 哈哈哈哈 我記得是禮拜六去面試 然後很明顯 褲卷根根本剛睡醒 然後她就穿著四腳褲 從裡面走出來 後來下禮拜就上班 就是甜甜品找來對不對 好像是 我就是跟她看同一個影片 然後就寄信 就安排時間面試 那時候就晚上去 其實算蠻緊張的 人生第一不熟 因為第一次到資產 走上去 欸 蠻舊的小公寓 就進去 哇 大家都在工作 有文宴 有賽 有酷炫 有培根 反正就酷炫在面試啊 然後她有注意到我手上有湯匙這樣 喔你那時候就有湯匙 但是她上酒面秀也有講說 我變周圍湯匙給她看 但事實上我沒有 我只是帶著這樣 然後那個故事是點綴的 所以大家可能對我這個湯匙有影響 大概就是這樣 所以這個也是變成一件有意義的事情 對喔 賦予他意義 那時候進來就是像老雞精一樣 算是臨時工幫忙 所以那時候不是正值 大概幫忙了半年 才變正值 然後你幫忙辦你變正我就來了 對就打斬 面試的內容喔 問說喜歡看youtuber 我記得那時候回了 台客去一場反骨跟拋放吧 其實都是問一些跟工作沒關係的問題 大概就是 你破除了嗎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我記得那時候我還沒破除 然後她就說 那之後有機會帶你去破除 是 大概是這樣 我都沒被問這些 對啊 是因為她剛睡醒可能沒有想要 問這些有的沒有 對吧 但我記得問這些後來其實是正常的 這邊偏向說 有性方面的潛能 你工作上才會有更大的刺激 像是你看現在的莊雅芊 她雖然工作能力不好 可是她性方面可能能力很好 所以她在工作上沒有獲得大家認可 可是她在性能力上是獲得大家認可 那就是一個虛名 我不知道講什麼就這樣 甜甜之後就是我來 因為甜甜不是說她來當臨時工半年嗎 半年之後她轉正式的時候 那時候我就來了 我跟她同時是正值的員工 然後我們就一起做雷拉頻道 我本來那個時候畢業之後 我是打算要出國念書的 但是因為那個時候 就跟我媽有點吵架什麼的 然後我就說好那就先找工作 我就在FB上喊喊喊 等一下 所以你不跟你媽吵架 你就出國念書了嗎 嗯 哇操 那個 你吵屁啊 不是等一下 你來媽出國念書就好嗎 不是 是 是我媽跟我吵 不是我要跟她吵 我還在那邊搬東西搬得要死 那是我上一家公司 那你不要吵我們就沒事了 就不用坐在這邊 那邊跟我們是 哈哈哈哈 我早就在那邊 年輕百萬了 還在那邊跟你們說 對啊 那個算是一個家庭戰爭啊 因為那個時候好像是 反骨有嘻哈的時候嘛 就最紅的時候 FB都會跳出來 看完影片之後 就看到有招募 然後我就想要偷偷看 結果就有人叫我來面試 然後面試我的是中掛中嗎 他們就把我父母在幹什麼 然後我家有幾個人 我之前在幹什麼 我大學是念什麼 我前面都問了一遍 後來酷勸有跟我聊 酷勸跟我聊的時候 就是在跟我聊蕾拉了 你比蕾拉長了 那個時候蕾拉好像在 什麼菲律賓還是哪裡 拍寫真集 然後她就叫我先來 然後等蕾拉回來 我們再細聊這樣 然後我後來就回去試剪了 爸媽的影片 我記得那時候還是 舔舔盯我的片 舔舔盯我的片 舔舔盯我的片喔 再過一陣子 夢裡就來了 之前反骨有辦一個比賽 叫做真死鬥 然後那個時候就覺得 YT很好 反正我平常 很無聊 然後就拍個影片 然後去比賽 結果大家只注意到 妳的剪接能力 妳的剪接沒注意到 妳的才華表演能力 沒有啦 但她有過初選啊 我一開始去的時候 就覺得超尷尬 一尊點在那邊不知道幹什麼 我是阿基斯 煎炒乳飯烤 通通南部島 我是阿基斯 這樣會聞到 對啊 那時候 你給我很想回家 我記得你不只比一輪 因為她有被瑋哥救起來 經骨頭嗎 被瑋哥救起來 喔 掌握的關係 你會不會覺得不要救你算 對啊 我是後來看到酷炫好像有證書 然後就投履歷 就面試童子 然後也是酷炫面試 講一講就兩個禮拜的時候就死了 那你們是從何而找到離職的勇氣 因為很多人在工作裡面去療住 不敢提出離職 這題是目前最有深度的一題耶 我先理的我先講 那個時候剛好 我做差不多要三年整 然後就覺得 以大環境來說 我的薪水可能沒辦法再更高 可能啦 想要跳出去看能不能賺更多啦 那時候剛好疫情又爆發 去年六月 就是大家去一下辦公室 然後就是有一個契機 順水推之後 那就是沒關係就先離職 不能已經推在到底了 就是有先推了三個人走 一直不能推在到底 這個契機 疫情來了工作沒了 最近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我的工作沒了 換句說 反正就是真的是順水推走 然後就剛好 想清楚了 對 雖然我連下一個工作在哪兒都不知道 可能是比較衝動派的嗎 你膽子蠻大的 我就先離了 因為疫情剛爆 工作真的他媽難找 那時候大家都會家裡工作 然後也不希望你來面試 後來七八月八九月的時候 反而是有很多工作會來找我 那個時候疫情晚和很多 你二十八塊三十的時候 勇氣自然就會來了 那你三十五四十歲還要繼續這樣嗎 我覺得偏向是 我們年紀越大的時候發現 那個壓力就會在了 男生的話會有責任 對啊 要不然你三十五年還要這樣嗎 然後四十歲還是一樣 所以盡量在三十前 快去做這個決定會比較 我覺得現在已經介於 年輕的過渡期了 所以我覺得要 就趁現在 你說要進入人生的下一個階段了吧 對啊 後青春期的時 我重視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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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吵 阿姊姊咧 大家都接連續的走了 前面有說的職業倦怠啦 然後你的伙伴工作已久了也不見了 你自然會覺得哇 其實我自己也捉不定 然後想說大家都喊嘉義 我就跟她喊嘉義 怎麼大家喊嘉義 就跟你那個社團喊 但不是嘉義 然後你就自己很想喊 - 反正就是離職... 公仔... - 離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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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加一... - 人家先喊你喊你喊喊你喊喊... 才想說... - 啊... 被搶走沒關係... - 結果前面的人既然氣單了... 我就要... 我就要扛那個... - 我之前遇過... 沒事了... - 只是有點開玩笑... 就是綜合因素... - 確實有如同上的問題就是說... - 停滯不前嘛... 所以我覺得... - 突破現場的改變... - 只能先轉換我的工作環境... - 所以我那時候在工作室... - 就是找到一個時機剛好只有我跟老闆... - 單個兒的時候... 因為我那時候已經想了一個禮拜... - 想了一個月... 忘記了... 反正我想了很久... - 剛好就那個時機點出現了... - 那個不是大家可能心裡擬一段稿啊... - 就是完全沒有... 就直接點線點線說... - 大概是這樣... 想到哭出來了... - 我不知道為什麼哭了... - 那哭卷有什麼反應... - 就是... 有點嚇到... 然後就抱了一下這樣子... - 真假的... 這麼感人... - 然後... 那個結束之後我就覺得... - 哇... 心裡舒適許多了... - 放下心中大石頭... - 砸我自己腳... 但是沒有砸到自己腳... - 然後那天我花了三千塊買... 買了一個二手的按摩衣... - 我不爽啊... 我現在還放在我家太大了... - 有人要買嗎? - 我還以為你花了三千塊去按摩啊... - 我以為你花了三千塊去按摩啊... - 我以為你花了三千塊去按摩啊... - 按摩衣很新... 鋪在椅子上... - 有人要買嗎?三千塊... 我算他兩千塊... - 你問觀眾有誰要你嗎? - 那個用麵膠... 那個有點大... 而且很重... - 好 有人要跟鐵人... - 合宅在喔... 拜託了... - 放在我家... 碰太久... 那個很新... - 我可以拍片然後送到他家... - 離職的勇氣... 那我很有得講嘛... - 因為我是一個很恐懼跟酷炫講話的人... - 我每次跟酷炫講話我就會... - 莫名心跳加速... 不知道為什麼... - 可是你是跟酷炫講過最多話的人嗎? - 戀愛的感覺了... - 你知道嗎? - 其實我應該是我們之中跟他聊天聊最多的人... - 對啊... 你反而是這個人... - 我就是會覺得說我要先自己想好... - 再跟他講... - 可是其實永遠不會有想好的一天... - 也就是來到了要講離職的那一天嘛... - 我必須承認我覺得... - 離職這件事情的確是會有效應的... - 就是當你身邊的很多老夥伴... - 都相近離職之後... - 你在心情上的確是會受影響... - 尤其是當一些新進夥伴又很剛的時候... - 我會... - 我就不指明到底是誰了啦... - 我記得那一天... - 酷炫還在面試新員工... - 我就等他... - 等等... - 我一路等到9點10點... - 終於那個人面試人走了... - 然後酷炫好像也沒事... - 我就把他交到樓下去了... - 我一坐下來... - 我們倆就開始笑... - 就是那種... - 尷尬的笑... - 我覺得就是... - 你們大概知道要... - 大概要講什麼然後就開始笑... - 欸這什麼好算... - 多點啦... - 很屌喔... - 幹殺小... - 等一下我看一下... - 欸我靠杯喔... - 養伯伯企GK... - 幹殺小啊... - 太屌了吧... - 終於這麼屌... - 我覺得你要... - 我那個時候其實已經整個人在發抖了... - 我就抱著一個水壺... - 然後就一直在摳那個水壺... - 我就跟他講我要離職的事情... - 聊一些有的沒的啊... - 他就聊一下... - 你這幾年對公司的想法是什麼... - 反正就是... - 氣氛都很... - 平和... - 然後後來我們聊到一半的時候... - 他就突然說... - 欸我現在可以拿相機跟你拍個片嗎... - 然後我就有點嚇到... - 後來就拍了一個talk的片... - 拍完那支片之後... - 回家路上... - 我的心情其實跟甜甜一樣... - 我相信大家... - 講完離職的心情都是一樣... - 就是心裡的石頭落下來... - 那至於離職的勇氣怎麼來... - 那個當下其實就是一個衝動... - 衝動... - 會有工作室日常影片嗎... - 現在算日常嗎... - 我們沒有那個寺... - 如果以後... - 穩定的話... - 應該會有一個寺... - 我們在藍圖裡... - 我們現在目前是用阿聖的寺當寺... - 就是謝謝阿聖... - Vintage... - 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 - 那不知道大家看完這個QA... - 有什麼想法都可以在下面留言... - 我們都會回... - 在IG上有一大部分人都是問我們... - 跟反骨相關啊... - 或者是離職啊... - 或者是我們未來的一些問題... - 總結來說... - 就是... - 不管你待在哪裡... - 都會有開心跟不開心的時候... - 但是其實講老實話... - 大部分時間... - 我們在藍圖都還是很開心的... - 就是因為我們也交到很多朋友... - 然後... - 也經歷了很多很有趣的事... - 也一起拍很多有趣的片... - 也認識蠻多網紅的... - 然後也是蠻謝謝酷炫... - 讓我們有這個機會... - 認識彼一次... - 然後有現在這個樣子... - 有這些成績... - 有這些剪接跟拍攝的一些... - 算是作品嘛... - 還有孫生啊... - 對 一定要不要孫生... - 孫生就是... - YT的表演王... - 永遠的表演王... - 孫生真的是最好剪的... - 這倒是真的... - 大家公認孫生最好剪的... - 因為如果沒有酷雀沒有反骨... - 我們也不可能會認識的... - 然後我們也不可能... - 到現在有這個想法... - 一起組建一個團隊... - 甚至是開工作室... - 就是很感謝這樣... - 我覺得大家都想要看那種... - 跟前公司好像有什麼... - 地圖的感覺... - 就是施殺... - 可是我們完全還好... - 其實我覺得... - 會有這種想施殺的想法... - 就是... - 人還不夠成熟的時候... - 當你夠成熟的時候... - 你其實不會想要施殺... - 想看血流成河嗎... - 可是... - 我們真的跟酷雀有到那麼差嗎... - 不會啊... - 對啊... - 其實還是會來往啊... - 我有時候還是會去公司啊... - 看看他們... - 好啦... - 反正今天就這樣... - 掰掰... - 下次見... - 掰掰... - 好,你按摩... - 誰要剪... - 你先開電話... - 要不然你給小滴姐... -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 一起來投稿吧...